他已經被罷過了 他有被罷過 他是選輸 但是他把這個3Q罷下來了 來 你說3Q 現在的狀況呢 一言之在這裡 他贏羅智晟兩千多票 所以也插了一彈 的確我們在中南部看到 他對3Q做的那個影片黨 大家是很XX的天 也不用說那麼多 他兩千幾票很危險 再來第2個就是這個下座 好 來 你說的F4嘛 第4個其實那個 這個顏寬恒他這邊不用去考慮到 因為7月25號 7月份有兩件事要破 第1個就是新的市長 高峰安會向解職 第2個這個顏寬恒有 這個叫做侵占 偽造文書貪汙這個 總共7...的事不7年 他之前是2022年是被一千萬交保 現在這麼看是被這個 這個所謂的一審 那個就打解職了 那就不用罷免了 這個這幾天 剛才師父你說嘛 視線的事有的沒有 這會拖一下整半年 半年結束了 剛好罷免接下去 所以這青鳥行動 在國民團體大家訴求的 他們的國民黨的期待 其他不合理的保温 本來就是要熱度繼續下去 我們早就說到的了解職 為什麼有人說 請常念罷免了解職 請常念罷免了解職 就變這樣一直發帖子 做這個禮拜五 文新生的公園 那每天你辦的 好 你就說到這個 我們台中市F3這三個 那會有什麼羅天議員 還有一個北北屯的黃建豪 這個比較沒那麼大的爭議性 但是最近我們台中市的主審議員 曾超龍也提到說 你們都掛到我 大行的事情也你們建設的 大行的事情也你們做的 北東區國民黨的里長 都站出來講話說 那不是黃建豪做的 就說你的 最近 年輕人不要急功近利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都沒有講 你們在台北天皇國 都叫他們黑派去了 希望這個議員資先生 你還未來前度還很高 不要讓你們那些 複水組織加派去 來台北黑龍馬區 說的就是那個西洋行 那不可以比較舒服 以前你討厭的時候也不是這樣 我們這起什麼你知道 你會好話說 不要好話說 那些人前行 來 說到這個 越說越去就起什麼 你不可以每天都跟阿高 跟百責 大家都在那裡做的 台中市政府做兩年 三年 都有條件 這有條件 不是條 有條件兩百萬 四百萬一百萬兩百 結果現在F3 都在大這個 都說 我這個做 這是我情趣的 說到做到爭取的 這台中市經發局 跟台中市政府盧秀燕做的 跟你什麼地帶 還有人放空聲 只要有里長 出面 要來罷免我 我不要說什麼人 我就讓你里長 他要不用選 也讓你以後里長不用選 也讓你以後里長不用選 唱一下唱這樣 我聽到大家會發 說里長如果敢這樣做 他就要叫人家會選 再來就說讓你以後里長不會選 有在調 你這幾個 撞我也這樣 讓你以後里長不用選 大家瞧我也這樣 那個囚犯子 光看什麼聽到 你在台中 這樣穩良 說一下讓阿伯阿哥哥這樣 嘴很漂亮 來到台北做浪漫 有知道 我們台中市剛才對 你再浪漫 再試試看 你是後面的人 我早就沒有說 人家圓清表跟圓框 來台北做里 還沒有浪漫 人家有誰 誰做浪漫 是他們 人家沒有 所以說 這邊我覺得說 你台中市這些 罵免的 囚犯子的管理 原因就是說 第一百度沒了 第二的 你國民黨現在都沒有教育到 所以拜託 這幾個這樣不行 台中市的人 換掉沒關係 我剛剛就在鼓勵 換身 這年輕人 吃武衣被硬材 要求聖天 整個去求聖天 不要再做 不要再做理會了 我代表 我台中的人說 這沒有罵不行 我們繼續做 繼續拚 這幾個要把他拿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不要輕易 打壓國民黨 不要輕易的罷免 國民黨的委員死刑 來看一下 後續的政治效應 民進黨現在的 政府的態度很清楚 我們提釋憲 我們也會提暫時處分 那當然老柯 老柯就出來就講 你看 傅昆琦 黃國昌 你們操盤操成什麼樣子 我們還是要 溫馨喊話一下 因為傅昆琦 跟黃國昌這種搞法 不是每一個民眾黨 跟國民黨裡面的人 都覺得得利 要被罷免的立委有得利嗎 你們這個 藍白的民調 是血崩式的崩盤 那最後的結果 你是讓整個黨 跟著你一起下去 一起下去陪葬 好 可是傅昆琦嘴巴還是很丟 傅昆琦要講什麼 你看 口罩快塞疫苗 雞蛋到光電 台南88槍 兩兆的風力發電弊案 不好意思 到底哪門子弊案 現在不是抓到 一堆多國民黨的人 控民進黨風電貪污 至少1.5兆 立法院要查弊案 抓貪官 讓民進黨無所遁刑 不是 從這一句話就可以知道 傅昆琦的二稿 如果真的有弊案 你去請檢調把它抓起來 你請法官把它判 請判重一點 這司法來處理 如果真的有弊案 有貪官 就是要把它抓起來 你為什麼覺得你立法院 有辦法比法官 比檢察官 還有辦法抓到這些貪官 所以邏輯講不通 好 現在來了 罷免立出現了 你們看 青島行動發起罷免欄尾 第一波六名立委的名單 已經出現了 來 是哪六位 傅昆琦 花蓮王 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罷免門檻很低 48000票 因為花蓮人比較少 那徐曉昕 然後羅志強 我們今天這場 葉元智也在板上 58000票 比傅昆琦高一點 高1萬票 那板橋難度比較高 王鴻威 六萬九千票 很高耶 六仙翔也被列在上面 六萬六千票 那另外 除了這個罷免令 這六個人以外 青鳥的這一些發動的人 他們也表達說 有幾個不分區 你們小心點 柯智恩 謝榮介等等 為什麼 因為現在傳出這一些立委 不分區 雖然無法罷免你 可是你們都是有可能 角逐百里猴 你們有可能選 無論是高雄市長 台南市長 那民意到時候 會用選票來制裁你們 最後一個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幾天青鳥行動 藍綠在拼場 藍綠都在做了一個畫面 這樣子的一個板子 做最想罷免的立委 結果國民黨不是就學了 就是他們辦這個活動 學了幾個禮拜前的 當時的青鳥行動 列了一個 所有的民進黨立委的名單 然後我要先吐槽一下 他們那個貼紙 可能怕人很少 超大一桿的 超大一桿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有算過 如果是中間這樣一個白色的格子 大概20張就可以貼滿了 所以很快可以營造出一個 很多人貼的樣子 但是現在他們真的貼出來 前幾名 黃潔 吳思瑤 鍾嘉斌 說真的 還有說王定宇 除了吳思瑤 可能台北市 沒有這麼穩贏以外 黃潔 鍾嘉斌 王定宇 你們真的要罷免嗎 那個贏的幅度跟對手都滿大的 所以難度很高 其實黃潔被罷過一次了吧 對 黃潔就有趣了 黃潔就是大家想罷他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看這裡 黃潔被貼得怎樣 滿滿滿全滿 然後中間留下一個截字 所以可以勉強判斷 黃潔我是沒被你們罷過 黃潔是挺過去的好不好 挺過來了 所以要罷免黃潔難度 其實真的很高 越罷越紅 對 吳思瑤 吳思瑤其實醜恩值很低 思瑤姐姐大家不會討厭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國民黨認為說很好罷 所以現在國民黨就嗆了 你要罷免王宏威 我們就拉吳思瑤下水 會讓民進黨付出代價 正面迎戰民進黨 罷免戰 但是說真的 仇恨值誰比較高 其實任命很清楚 好 我想問一下蘇培 這次罷免案的主軸 是不是國民黨是互心大戰 要把他們心肝寶貝給互助 以此為主軸 而民進黨方面也是要把 剷除黑心為主呢 民進黨有沒有要剷除黑心 現在黨內沒有在討論 就是說我們還是以複議為主 那昨天複議 禮拜五投完票之後 行政院提議的複議沒有成功 接下來我們就是暫時處分 然後提示線 然後暫時處分 這個事情是比較重要的 至於有沒有要罷免立委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真的是 輕鳥的一個行動 我要給大家看 剛剛棺廷已經講了 就是說國民黨下面的 那個罷免的部分 是學兩三個禮拜前的青鳥 青鳥這三天在青島東陸的活動 繼續做 因為他們對於這一些立法 國民黨的立委 變成黨藝立委 只為黨發言 沒有再聽到青鳥這個心聲 他們其實是非常生氣 而且被貼最多的是誰 就徐曉昕 你看徐曉昕已經被貼了幾層 已經貼了幾層 是不曉得幾層 你看他這厚厚厚厚 但是他都還可以看得到 是誰對不對 那徐曉昕已經被貼的滿滿滿 代表徐曉昕的仇恨值 是真的非常高 那剛剛冠妮也有講 這個我們在現場的葉原資也是 這個被罷免的這個 主要被設定 青鳥設定的這個幾個對象之一 但我要講的徐曉昕 跟葉原資的狀況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徐曉昕剛剛這個 蕙明姐有講說 他現在這個 弄了一個所謂的護心行動 我根本覺得護心行動 是徐曉昕自己講的 不是國民黨要護他的 本來就是 國民黨那麼多的立委 為什麼不護葉原資 要護徐曉昕 護員行動 是不是 葉原資起碼在綠色的 所有的電視台 幫國民黨辯護 對國民黨忠心耿耿 我要講一句話 徐曉昕可不敢來 徐曉昕不敢來 徐曉昕不敢來 徐曉昕因為他自己做的事情 他都不敢自己上 綠色的電視台 幫自己辯護 都還要葉原資他們幫忙辯護 結果因為葉原資上綠色電視台 幫徐曉昕辯護 結果他綠色的仇恨值最高 所以綠營全部要罷免葉原資 而對徐曉昕來講 他去操作一個護心行動 為什麼要這麼做 徐曉昕他是在一個非常深藍的地方 藍綠的結構是非常懸殊的 他如果會被罷免 最可怕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那一天講的 費洪泰的支持者如果不出來挺他 他就被罷掉了 只要徐淑華或者是綠營的支持者 出來罷免 然後全部出來投票 徐曉昕都被罷掉 所以他機會也是高的 如果是這樣子 就費洪泰 所以老費現在在天人交代 對 國民黨的人不出來 然後綠營的人全部出來 徐曉昕都被罷免了 所以徐曉昕要去操作 一個護心行動的原因是什麼 徐曉昕跟國民黨刮上線 如果徐曉昕倒了 國民黨就倒 所以國民黨一定要保住徐曉昕 所以徐曉昕把自己跟國民黨 拉在一起 所以也綁架了誰 綁架了費洪泰的支持者 費洪泰的支持者 即使再怎麼樣生氣 就是說 好啦 就算徐曉昕不動算 不做理會也沒關係 不過國民黨不可以倒 這樣徐曉昕就聰 徐曉昕很聰明 可是這件事情怎麼樣 葉原資就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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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